所以说这一次做钓真的是考验我的平常抛肝的准确度了 对对对 停啊 停啊 邱老师 我太不容易了 好事多磨 我终于把瓢给调回来了 你看只要你认认真地记住了我们的钓位 在对面的水的倒影里边找好参照物 它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肯定就是我刚才一不小心钓位挪动了一下 对是的 然后我又没有记好参照物 所以才会导致我抛肝不准 现在好了赶紧认真调好吧 好 你看下去就终于了吧 顶飘了 你看 刚才是三目然后顶到了六目 对啊 所以说你看你要找准的位置吧 浮表调好以后 上瑜还是很简单的 对啊 好开心啊 立马就终于了 耶 所以我说吧 什么叫做好事多磨 你看 终于不用眼馋着 看着邱老师在那种鱼了